傑西傑克森被同性戀雇員控告性騷擾 美國同性戀廣播明星 湯米班尼特指控 傑西傑克森不合理的解惡他 指引他性向不同 其中還有一項指控 說傑克森逼他處理在旅館玩事後的殘局 班尼特還說在2008年被傑克森痛罵 因為他拒絕幫他在下體皮疹上擦乳液 在另一個事件中 班尼特說傑克森會用以前美式足球教練 幫他口交一事 來按示班尼特幫他口交 班尼特向傑克森要求98,300美金工資補償 外加35萬美金的情緒壓迫懲罰性賠償 傑克森自1962年跟妻子結婚 卻未長寶中施 他跟員工的一段婚外情 在1999年產出了一個私生子 想成為我們的動畫人物嗎 相關資訊請上臉書 Get Animated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